今天我們來到白石閣 因為新地在白石閣的幽景里 Silicon Hill即將推售 這個項目一共是由三期組成 合共提供1871個單位 第一期是由五座首一層高去住家組成 提供了576房 由開放式一房到兩房三房都有提供 物業預計的落成日期 就在2024年2月29日 即是說樓花期大概有22個月 這本最大的衝勁就是提供鐵路的效應 因為特首林鄭月娥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就提出研究將樓盤附近的較大運動場用地 會興建這個白石閣車站 這個消息究竟是對這個項目的衝勁有多大呢 今天我決定下來現場和大家實地效砌一下 由於休景里Silicon Hill 新地在2018年招標的時候 以超過63億元頭登 每呎地價6646元 今日開出首批116個單位 至算平均尺價17498元 第一張價單是人為地推出了大量質素比較差 望向公路方向的單位 所以如果你要和白石閣的二手比較 就記住要用區內望向吐露港公路方向的單位去比 才有比較大的可比性 市場形容Silicon Hill的開價貼士有驚喜 因為新地在區內雲匯 2018年開價的時候 赤價只有17380元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是否意味著白石閣的樓價可能升得起呢 以致發展商在大市 尼曼加息陰霾之下 開價未敢太過進取呢 波得中鐵路通車固然興奮 但如果鐵路落空就等於高追 因為怎樣說 現在這個地方都很荒謬 所以都是和發展商對賭的一場博弈 谷友們注意 胡說樓市重推煲胎人壽寶限時獨家優惠 人生要有計劃 但世事有時真的未必樣樣好像預期一樣 供樓的你有人壽寶 留下給家人未必是一個重擔 分分鐘可以是一筆支持日後家庭開支的資金和保障 就算未置業的你 一份合適的人壽寶 必要時都可以為家人往後的生活帶來支持 全城網上最便宜的煲胎人壽寶不含儲蓄成份 每月逐補 不用被綁死供款期 財政靈活到更大 每100萬人壽寶額 每月最低補費只需要38元 就能夠為家人提供保障 而且鋪胎是純網上保險公司 沒有經紀 沒有佣金支出 亦都不用怕被人推銷 全程網上投補 可以清晰知路補費和補額 過程簡單直接最快5分鐘搞定 就算沒有A象 都可以隨時找他們的專業CS全隊幫手 不用怕自己搞不定 最重要是輸入胡雪樓市 限時獨家優惠碼 WCP2022 快點點進入 description box 的link 享用投保優惠 包括專線小巴和巴士 有比較穩定的班次之外 大部分巴士的路線都比較稀疏 甚至只是在繁忙時間提供服務 目前要前往Silicon Hill所在的休景里 其中一個方法是坐巴士或小巴 在雲匯或天賦海灣下車 然後經過薄然路的天橋 或旁邊的橋底小路 穿過吐露港公路 步行需時大約3至5分鐘 不過隨著居住人口增加 運輸署在2023年第二季起 都會將來往大圍站的82號D 和灣仔的900號巴士線 在延長到霍然路 即Silicon Hill對出的位置 意味未來Silicon Hill住戶 不用過橋都可以乘坐這兩條巴士路線 但要注意的是 兩條巴士線都只限於 上午和Iman兩個繁忙時間服務 始終是無改休景里交通不方便的現實 因此正如我們之前所說 買這個樓盤 絕非是著眼於巴士或小巴服務改善 而是對白石各站落一個賭注 由高空逃望出去 這裡Silicon Hill的地盤 是呈三角形 三邊以地盤邊界 分為向西南的幽景里 向東北的薄然路 和向北香港教育大學運動中心 第一期翠景角 會員幽景里設四座物業 分為1至5座 而第六座會擺在地盤的東北邊界薄然路那邊 每座物業的內部 會再細分AB液 直以淡化密度 在白石角的住宅 如果望向西南方向 就多數會望向套路港公路 車來車往會有草陰問題 不過對於Silicon Hill來說 向西南方向的單位 景觀的保障上應該是最大的 雖然前面也會有少少早份景 但其實遠望都會看到一些很翠綠的山聯 還有大側都會看到中文大學那邊的景觀 前面這個位置 你看到有少少一些建築 這個位置叫張樹坦 在規劃大綱裡面 它都是畫作一個鄉村式的發展 最高樓高只可以起到三層高 或者是最高不能超過8.23米 所以對望向優景方向的單位來說 景觀的保障是最大的 由高空圖望下去 一旗包括一座B1室客房的位置 一座A1到A5室 二座A1到A6室 三座A1到A6室 五座A1到A6室都是望向這邊方向 不過選擇這邊方位的買家要留意 因為開放式單位 一座A3室和二座至五座A5室 都會扭向西南 就會給少少自己物業削去部分景觀 所以室內可能會比較暗 選擇的時候要留意 我剛剛就由邱景里那邊走過來 張江Q的另一邊邊界 這邊的邊界這條路叫薄熱路 其實我外面看出是什麼景觀 這邊外面看出是中文大學的一些其他發展用地 再外面一點這邊就是一條露天的露軌 由大埔鐵國到大學之間有一個鐵路路段 列車經過的時候也會有一點聲響 外面其實已經是座羅港公路 車來車往都可能會對這邊的住戶 會構成一定的影響 高層可不可以看到海景呢? 攝影師哥哥都透過航拍機去預覽整個高層的景觀 高飛去到頂樓其實都未必看到這麼遼闊的海景 因為一條公路之隔就有加熙、雲匯和海一灣都會阻擋 Silicon Hill的海景 Silicon Hill流高11層 很難避過前面的建築看到海景 包括一座B1到B6室、二座B1到B5室、三座B1到B5室、五座B1到B5室、六座A1到A8室都屬於這類 地盤擺位上高 六座擺位是會最貼近吐露港公路 其次就是第一座 但因為其他座數、二座、三座和五座 是會沿著幽景里慢慢延伸下去 所以座數越排得後的話 其實它的距離吐露港公路會越遠影響都會越小 至於剩下單位就會向北 原本應該望向較大運動場 但因為前面的用地會發展Silicon Hill的二期 二期只比一期遲4到8個月落成 所以一期落成時都不會看到運動場景色 一座B8室、二座B6到B8室、三座B6到B8室、五座B6到B8室、六座B1到B2室都屬於這類 Silicon Hill最大致命箱是交通和配套 未有任何鐵路接駁前 這裏正正是白石角的最大死症 除了出入的交通選擇少 駕駛也不容易 整個白石角本身車位長期不足 Silicon Hill只是提供98個住客車位 連同未來行機招坑項目的住客和公共車位計算 整個白石角會興建12,275個住宅單位 但車位數目只有4,647個 意味區內有車渣都未必有位拍 還有Silicon Hill提供零售流面 Silicon Link 新地以這裏設有一田超市作為桌頭 還有星期六會有穿梭巴士接駁到新城市廣場和Home Square 但要留意穿梭巴士是否真的會乘市 現在都是未知之數 因為最終都要等運輸處審批 同時就算真的有穿巴提供 它的服務時間都是由入貨起計 一直到2026年5月31日為止 但當然現在市場憧憬的 就是特首林鄭月娥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提出 表示研究在較大運動場旁邊 是興建科學園站或白石角站 它的位置正正在Silicon Hill旁邊 但要留意政府用上研究這兩個字 會否落實還是未知之數 因為區議員認為 現在準備興建的白石角站 與科學園的距離有1.22公里 與大學站距離1.31公里 其實分別不是很大 建議如果真的要是被益到 科學園周邊的租客或住戶 可以將白石角站 選擇設置於中大羅桂牆 綜合生物醫學大樓附近 並透過行人天橋和行人輸送帶去接駁 所以較大運動場 是否真的會作為興建白石角站 現在還是存在爭議 但假設較大運動場 即是加建車站才算 對一期Silicon Hill的交通便會變節了 但贏交通便可能會輸環境 因為區內密度可能會增加 因為施政報告中提出興建白石角站時 都提及會善用車站用地和比輪土地的發展潛力 提供更多房屋 及區內居民需要的泊車位 商鋪及公共設施 這點意味如果較大運動場用地 即是用來建站的話 那裏的土地都有機會用作起樓之用 會令休景一帶密度增加 環境未必會有現在那麼寧靜 還要留意行機在昭坑附近 即是綠陰山莊及較大運動場之間的用地 現在都劃作住宅月累 準備興建9座10至15層高的住宅 一共提供2198個住宅單位 當中A地盤會興建3座大概900多個公屋單位 會打破白石角純絲樓面貌 另外B地盤會興建6座1300多個絲樓單位 即是如果你都接受上述所說的利幣 決定入票抽這個樓盤 就值得跟我去參觀一下樓盤示範單位 Silicon Hill的示範單位設於九龍站的ICC 一共開放了一個兩房405呎單位 一個是640呎的三房單位 我們都決定一切和和大家去現場參觀 Silicon Hill兩房單位佔樓盤多數 這部面積由376至444呎之間 一共有301個單位 當中兩房開除了佔多數 我們現在的參觀其中一款職 它的特色就是睡房 設在客飯廳的左右兩側 進來經過一個小小的玄關 你會看到它都會利用凸位去做了很多儲物櫃 例如這邊它都做了電箱位置 也有少少預留了儲物空間 雖然不是很大 下面可以做一些鞋櫃 對面也有鏡身 可以讓你弄一下儲物櫃才出門 走前一點 廁所就在這邊 康房式廚房就在這邊 我們先進去洗手間看看 這個洗手間 我覺得整個單位的面積比例相對小 但是它的儲物櫃也算是多 因為在座廁的背部也有儲物櫃 雖然不算太深 但也尚算有儲物櫃 而且它也預留了很多層板的位置 讓你去放一些儲物櫃 甚至乎這個位置也有儲物空間 但唯一這個洗手間不好處的地方 就是它是黑色設計 通風可能沒有光似那麼好 為了省位之外 這裡也是做了一個拖門的設計 不是開合的門 所以洗手間裡 它也可以盡量利用到洗手間裡 緊如的空間去做一些儲物櫃 走出來這邊就是開放式廚房 就這樣省眼看 我覺得開放式廚房 避餐桌面也算挺充裕 譬如這邊可以避餐 這邊有個轉角位也可以避餐 算是充裕 還有就這樣提 它的櫃好像很多 這邊有一個儲物櫃 抽電機上高 這裡也有儲物的位置 這邊有一個儲物櫃 還有在廚房的位置也有儲物櫃 還有在廚房的位置也有儲物櫃 所以整個單位 你會覺得它儲物量是挺充裕的 可能你會問 雪櫃放在哪裏 其實就是在這邊這個位置 它因為在洗手間和主人房之間 這個位置是有一幅牆身在這裡 它就利用了這邊這個位置 在這邊就做了一個玻璃鏡 這邊就放了一個箱門的雪櫃 上方也做了一個儲物空間 所以整個單位 我會覺得在400多尺的單位 儲物量是相當充裕的 走過來這邊 就是客飯輕的位置 客飯輕的感覺上 在沒有擺架子之下 你會覺得好像挺闊落 但其實我會覺得它是沒有飯廳的空間 這邊你做了客廳 兩邊都會預留了一些電視的天線寨位 給你擺架子的靈活度很高 但餐桌究竟可以擺哪裏 我覺得這個單位就好像沒有預留那個位置出來 再走出來一點點 這邊就是露台了 你會看到這個露台 除了這個拖門外 這邊也有一隻減音的窗 減音的拖門 其實也會局限客廳的空間 再過來這邊看看 就是兩間睡房 這邊就是小小的客房 這邊就是主人房 我們先進去客房看看 這間客房的空間不算相當大 大概是50多尺左右 但值得留意就是 因為它同樣都是有一些隔音的裝置 加上其實這邊是放了電動窗簾 所以實際你睡房的位置 的牆身就大概在這邊左右 才可以運用到 你不可以貼完這邊去放 所以會令到睡房的空間 會稍微再減少少少少 那邊就是主人房 我們看看 這個主人房 空間就會相對大一點 因為它也會預留了這邊的凹膜 可以用來可以放一組的衣櫃 這裡大概有5呎的面積這麼大 剩下主人房的主體面積大概有60多尺 空間就不算很大 但也算是比剛才那間客房稍微大一點 算是兩房開廚最大路的開職 但因為各處之間 其實它的面積差異不算很大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儘量選擇面數比較小的單位 免費你買了一些 不必要的厚柱或後長身 以及都應該用景觀去排序 因為它們的景觀真的有很大差異 首選是2座A3室、3座A3室和5座A3室都會扭向南面 雖然都會看到少少扭景 不過遠距就是中文大學和山景 會比起其他西南面望內園 又或者向東北面望公路方向的單位比較優成 除了這類睡房設在客飯廳左右兩側的開職 兩房開廚裡還有一款間隔是做到廳房同向 可能你會說廳房同向也挺好 但要留意部分位於第六座單位 尾房會縮得比較入 會被自己另一間房間阻擋光線 室外會比較暗 亦有部分開職會是三尖八角 基本上儘量都不應該選擇 所以這類兩房開廚 而又是廳房同向的開職 就應該要優先選擇5座A1室和1座A5室 還有一款一房另設書房 有些人會把它當一房般看待 不過我會把它視為細兩房 分別是二座B1室 三座B1室 五座B1室 基於座數越小 距離公路就越近 而因為三處內籠和面積都是均等 選擇多的時候 就選擇座數越大的就越理想 也就是五座B1室 應該作為首選 還有一點 如果你本身很抗拒黑廁 兩房開廚就只有三處是光線 分別是二座A6室 三座A6室和五座A6室 或者你要升格到兩房耿廚才有光線設計 因為一座A1室 二座A1室和三座A1室都是耿廚職 都是光線 緊接著我們再參觀三房示範單位 是五座A2室 實用面積640呎的單位 是三房一套裏 經過一個圓關過來這邊 你會看到這邊是一個廚房 表面上這裡會用了一些玻璃拓門 去分隔開廚房 就像一個景柱一樣 實際上它是一個開房的廚房設計 進來這個廚房 我覺得它的備餐區 跟剛才我們參觀的兩房單位都差不多 但也算是挺充足的 但如果以儲物量來計 我覺得剛才的兩房單位相對地比較多 它也運用了一些轉角位 希望這些位置都可以用到儲物櫃 所以就做了一些對接的門 不過關閉的方法 就要自己小心點 但開均勻了這麼多櫃 我都找不到洗衣機放在哪裏 其實放在哪裏 因為入門口這個位置 本身有1.4米的位置 這個位置 它製造了一些儲物櫃 這邊也製造了一些儲物櫃 這邊也是 而這邊的儲物櫃 原來用來放了一部洗衣機 洗衣機放在入門口這個位置 其實我會覺得有點奇怪 這邊這個位置 它製造了一些裝置 這裏可以抽出來用來買鞋 兩組的鞋櫃 整個單位是640呎 我會覺得客飯廳的空間是最合比例的 由廚房那幅長身 一路走到路台這個位置 這裏大概是超過6米長 這裏是超過2米7 所以整體的客飯廳 也是透過中間的走廊 將它區分了飯廳和客廳的空間 我會覺得它最合比例的地方 和空間都算幾寬闊 外面就是一個23呎的露台 這個露台並不是屬於長延伸出去的那種 是相對偏窄少少的露台 由露台走到這邊 經過走廊是睡眠區 睡房的障礙都放在這邊 所以做到廳房同行設計 我們來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放在這邊 進來這個洗手間 我會覺得空間 比剛才我們參觀的兩房單位 比較大 但如果這樣看儲物量 我就覺得好像剛才的兩房單位 那些儲物量比較多 這單位的儲物量 洗手間的儲物量 就不算太多 只有這些位置 再過來這邊 就是其中一間近廳房 我看過樓書 這間近廳房的面積不算太大 這間房和旁邊的客房 面積不夠50呎 而且我會覺得這間近廳房 設計的門之中 我覺得不太好 雖然它預留了一個位置 讓你在後面 可以用來放一些衣櫃 但你試想一下 如果你放在衣櫃之後 你的門有一個開合方案 如果真的要放睡床 睡床其實也不知可以放在哪個位置 我會覺得空間的運用會比較浮誇 過來這邊就是第二間睡房 這間睡房同樣地 面積不夠50呎 但雙道會好用少少 因為它的門會貼長地放置 而且值得留意 這幅牆身本身就是主力牆 如果你真的希望透過拆了這幅牆 去擴大 即將兩間客房融合二合為一 就是不可行的 因為這幅是主力牆 再過來這邊就是主人套房 這個主人套房 經過一個圓關進來 其實空間相對大少少 就不算真的很大 但它的好處就是 這裡有轉角窗 它的採光度都會滿足 再過來這邊就是套廁 這個套廁跟剛才我們看的廁所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是用浴缸的 不是用棋缸 還有這個洗手間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不是黑廁 它是光廁 因為它是由一道門打開出去 可以外接工作平台 但實際上除了三房一套之外 Silicon Hill的三房 就以純三房佔多數 一共有72個單位 部分設有雙洗手間 分別是一座B6室和二座B5室 不過這兩處都是黑廁 而且都是開放式廚房 三房單位都搞到有開放式廚房 我就覺得有少少奇怪 如果你真的很抗拒開廁 例如純三房之中可以選擇一座A2室 六座A1室 六座A8室 和六座B2室 但當中只有兩處是光似 分別是一座A2室和六座A8室 亦都是純三房之中的唯一光似 Silicon Hill都有提供開放式和一房單位 不過在這裏我就不太過累積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我們的官網慢慢看看有選到攻略 我們亦會連同開架和付款辦法一起拆解 好了 Silicon Hill的實地考察和示惑 暫時和大家看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影片內容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看這類分析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們胡說樓時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和最重要是CRS 還有YouTube都新增了Superfans的功能 喜歡我們的影片都可以打上我們 讓我們可以投入更多資源 製作最好的影片回饋大家 今天先和大家聊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